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一个是放不下 这是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 如果放不下呀 你话头哪能搁得进去呢 人有了妄念就放不下 有了名利也放不下 有了反倒也放不下 为什么这样说呢 他不知道生死是大 不知道我们出家是干什么的 如果要知道生死是大的话 要知道生死可怕呀 哪还有什么比了生死的是大呢 我们回过头来想一想 因此 我们这个出家呀 叫出生死家 为什么这样说呢 我们要知道参念佛是谁的重要 要知道参念佛是谁的好处 再就是 我们要起一个惭愧心 回过头来问自己 为什么功夫参不上呢 为什么自己没有一点横利呢 你想一想 每天在这里没明没黑的 如果我们再把功夫用不上 这多么可惜 我记得在八九年时候 那个时候打七个禅七 有一位师傅找着我说 如成师傅呀 你把我领到老手座那 让我去请个开示 老手座是过去高明寺的老班手 他老人家的功夫呀 昼夜如衣 落堂的功夫 我就带着这个师傅去向老手座请开示去了 那个时候 人都很虔诚 让他磕了三个头 跪到老手座和尚前面 老和尚当即给他下了三个香板子 说 你来请什么开示 又下了三个香板子 说 心不要狂 心歇下去了 那本来面目见了没有见 又下了三个香板子 这个师傅呀 我也跟他谈了几句 也谈得很好 具体的我忘记了 也是功夫上头的事情 最后把这位师傅送出去后 我过来问守座和尚 我说 师傅呀 你看那个师傅功夫怎么样 他说 这个人可惜了 前生就是一个和尚 功夫就用到这个地方 停止了 不用了 他今生又是这样子 他以为他得了大好处了 他是把前生的功夫接上了 我一听呀 这老和尚了不得 就是这么一回事 这个师傅 据说就从那以后住了小庙子了 再没有说用功的话了 那你看一看老和尚的功夫呢 我说 师傅 那你这个功夫呢 他说 我给你怎么样说呢 五里路外的蚂蚁拉草 我听得滋滋哗哗啦的 你看一看 那个时候 卧龙寺常住没有钱啊 还得做佛式宴口 我记得是放第三堂宴口时 我去给老和尚送点东西 老和尚把我打了一箱板 说 你这个东西子 当家咋当的 不叫人用功绊倒 我说 你能听见放宴口 他说 我 嗨 这是功夫上头的事情 你看一看 他在最后头一个套房里住着 蚕塘就在法堂里边 蚕塘里边没有一个人听见 放宴口在什么地方放 在山门口放 山门后头有门 墙外头搭了个放宴口的台子 为什么这样说呢 就是要知道功夫的好处 功夫的受用 有好多人啊 不会用功 看探古人的典章 看看古人的公案 塞了一肚皮子 有什么用呢 本来我们这个用功的人 放得越开 放得越近 疼得越空 这样才能把话头看得上去 本来在宗门下 只讲行处 不讲误处 只讲用功 不讲典章公案 为什么呢 讲了没用吗 因此 我们怎么样把功夫能用上 你想一想 要说现在 我们堂里的这些人 应该说就是我们宗门下的顶天柱 佛法兴盛不兴盛 就在于我们堂里头这些人 如果我们的功夫用好了 我们到哪里去都能弘法立生 都能度人度计 现在多可怕的 末法时代 斗争坚固 你想一想 我们为什么生在这样的时代 我们还不发大心 还不回过头来 挽救自己 挽救社会的写风 还是提起话头 午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